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,不少国民都加入了有车组行列,但俗话说,买车容易养车难,买车之后还要给车买保险,引起做保养,并且平时的用车习惯也至关重要,不好的用车习惯会大大减少汽车的使用寿命。 平时,我们在使用车时也会有许多错误的观念,导致我们一直都处在错误的用车习惯之中,其中首当其冲的一个错误观念就是,新车不磨合就废了,所谓的磨合,就是新车在平时使用时不能乱踩刹车,离合,或者是需要将车速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,不能太高了,否则会损坏汽车,相信很多老司机都这样说过,那么这个说法具有权威性吗? 其实,这个说法并不准确,的确,之前的汽车需要磨合,但内饰早期的车,那时候是由于技术不发达,所以在生产发动机的零件时会有些许误差,所以需要在新车使用时期磨合汽车,如果不磨合的话,是肯定会损坏汽车的。 但以上只是针对以前的老式汽车,而现在的汽车技术已经十分发达了,所以不需要通过磨合来保养汽车,并且我们都知道,现在的技术十分成熟, 在汽车零件安装在车上之前,就已经经过磨合,所以在使用过程中,不必担心汽车零件的匹配度,拿到新车之后不用不需要刻意的去控制驾驶操作,磨合汽车零件。 话虽如此,的确现在的汽车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来小心翼翼的磨合了,但还是需要驾驶一定的里程来预热一下汽车。 具体里程在汽车的说明书中会提到,但现在的预热就更加简单了,不需要注意太多,只需要行驶一定的里程数即可。 但值得提醒的是,磨合时期不能将车速提到太高,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即可,否则只会适得其反。 由此可见,车辆的保养过程十分繁琐,不太懂车的朋友在买车之后一定要多多普及保养车辆的知识,这样才能延长汽车使用寿命。